也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能夠受邀 在我們這個講座講堂 來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應該說交流 那我跟敏秀組長很熟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東海的校友 我就搭他警戒 那這次也因緣際會認識了我們 這個洪小姐 有這樣的機會來跟各位 在這個線上來見面 那我想這個 東華是一個 應該說花蓮是好山好水 那東華的校園非常漂亮 我有去過 那我本身小時候也在花蓮長大 那我是念中正國小 花岡國中 只是後來因為那個家裡 這個搬家了 所以就念到宜蘭來念宜蘭高中 那一路 那我就開始進入今天的一個分享 那我 開一下我的畫面 那 現在老師應該有看到我的簡報檔 那我把它打開來 好 那 那我今天的題目 因為當時在跟洪小姐聊的時候 其實我 不敢說以教學角度 所以我大概把我這幾十年來 應該說一二十年 一二十年 那個在教學 以及研究的一個過程 那把它整理了一下 那當然 為什麼會用創新的角度 因為的確有一些做法 可能有別於別人 有別於別人 那我最主要是希望說 藉由我這樣的做法 不但是在教學上面 更 這個方便以外 那也 給自己的一些 研究生也好 或專題生 他們未來在做 一些 專題或研究方面 可以更快的切入 大概是以這個角度來看 好 那我就趕快 進到我們今天的這個課程 那 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是也是東海畢業 後來念交通大學 其實東華之工好像有幾位是 我的學長或學弟妹 應該是有的 那 那個 目前是擔任 學校圖書館 還有那個電算中心的主管 好 那 我本身大概最早的經歷 就從最下面那一個 就是我考過高考一級 所以我在台北捷運公司有上 上過班 那時候大概就公務人員 那後來拿到博士學位以後 就服國防疫 所以我在這個1996年到2001年 這一段時間 5年的時間 在國家太空中心 那我本人也是 服務一號的操作指揮官 因為我們有三個操作指揮官 那大概要率領 30個人的團隊在操作衛星 那另外到東海是2001年 就一路到現在 我想這個其他就不追溯了 好那 最近 有一個議題很紅嗎 因為有某位候選人好像講到他是肥桃肥 我剛好也是很幸運 因為一些成果的表現 其實是今年 今年拿到的 但是他那個紀錄好像是說是110年 110年但是實際上是今年才才拿到這個肥桃肥 也容易會 另外今年 這個也是趙校長 趙校長的那個 目前是中華民國資金學會的理事長 那趙校長也是 今年獲得這個資金學會的這個李國鼎 穿石獎 這個獎項 我目前是第一位私校的老師拿到 那去年有拿到一個傑出工程教授獎 那時候是那個有到總統府跟那個蔡總統合照 那這個獎也是六年來唯一的私校老師 那去年也得到交通大學志工系的傑出系友 不是校友是系友 那這個 18年的話是傑出資訊人才獎 18年還拿過一個獎 是資訊安全實務研發計畫機友團隊 那也是那當時唯一的私校 好 那我想這些獎項我就不講了 這很快帶過 那跟教學比較有關的大概就是 除了第一點可能不是那麼相關 因為那個是教育部的數位學辦計畫 那我在我的任內也連續上了8年 那8年來都有教育部給我們的感謝 這個東華大學好像也是成員之一 那另外還有5G行動寬評 然後還有那個巨量資料 在這幾年的課程裡面大概 一些表現大概都還可以 那剛剛銘秀講的我沒有 我只是拿過兩次東海的教學優良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還有拿過教學創新 比較早期 因為當時的課程面大概就是從 最早期的計算 平行運算 然後網格運算 這個銘秀可能很清楚 到雲端 然後另外在2001年 大概10多年前 也拿了一個教育部的 SOC計畫 那時候是用行動裝置 遷入式系統 這個跟軟體拿到一個 評選的特優 那我今天大概就跟各位 用一種講不是的方式來做 這樣的一個報告 就是我大概就四個點 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元取2016的摩克斯 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等一下我們後續會看到 那我們就趕快切入 那其實在我的教學研究主軸裡面 我2001年回到東海資工系任教 因為是回到自己的母系 所以當時的研究重點 跟教學方向大概都是在重擊 那我的課程 在資工裡面 我主要教的是計算機組織跟編譯器 那如果在座各位 比較不是非工程背景 或者是資訊背景就比較抱歉 因為我以我的角度來分享 那當時進到學校來 大概就是在教學上 就是教學生怎麼去了解 這樣的計算機 然後他們可以怎麼樣來做平行處理 那逐漸的這個時代在變 那你不得不變 那趨勢就從重擊轉到網格運算 那網格運算它的重點就是在資料的分享 計算的分享 所以逐漸的就開始朝向 所謂的資料隔網 或資料網格 生物網格 健康網格這樣的方向面向 在教學也好或做研究 那到了雲端 我們都知道雲端大概就這10年來 很火紅的議題 但現在比較沒有像AI那麼火紅 那這個雲端 大概我也是重點 重心就移到雲端 基本上在教學面還有做研究的一些議題的重點 大概就朝向這邊包含應用 所以我們也看到有這種 這個所謂的健康雲照護雲這些相關的 那近年大概又更新的一個議題出來了 這個叫做邊緣計算 那邊緣計算 或者是前面這個物計算 這個大概就是現在新的一個運算的 這種模式 那邊緣計算結合AI 大概就是現在最新的 就是邊緣AI 那這些當然就會搭配這些相關的 實驗的一些設備 那這些設備我們大概也都有 為了教學的關係 然後會去做一些掌握跟了解 那來做一些應用 那另外一個跟計算比較 應該說相輔相成的 就是在巨量資料處理這個面向 那這的確這幾年來 巨量資料處理 從一開始的資料處理到巨量資料處理 結合一些open source 像Hatook HDFS Spark Kafka Safe這些 這都是我們所謂的open source的這些建構 可能是做這個所謂的串流 有處理 或者是這個分散式的檔案 那不外乎這些都是要去collect一些 sensor的資料 當然如果你這些sensor跟 生衣有關的可能就是body sensor 那如果是跟整個環境面有關 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environmental sensor 那這個所衍生出來的一些議題 就會像是物聯網 那結合現在AI的或者是邊緣AI的引入 就變成我們大家都知道的IoT 那還有跟工業結合的IoT 以及跟健康或者是醫療結合的HioT 就是Health IoT 所以這幾年我的教學也好 或一些研究就有一些轉型 但教學比較沒有跟AI有關 因為我大概不會是教AI的課 但是我可能教的是智慧物聯網的課 那裡面就可以去結合到一些 這個AIoT 有一些AI的演算法 當然它可能比較屬於是應用面 可能是比較不是屬於那一種演算法 演算法的改進的是 應用面的實際的應用 然後在不同的面向 包含我們這個學校有安裝數位電表 這些對整個學校用電的掌握 都是在我的一個課程跟研究的一個重點裡面 那我剛剛為什麼會特別講說 源起於2016年呢 剛剛前面講的那些大概就是 我來東海這20年主要的主軸 就是教學跟研究的主軸 可是更這個一個另外一個時代的開始 是在2016年 距離現在大概是6年前 那時候當然教育部啊 整個台灣在推這個摩克斯 那我是東海第一批 錄製摩克斯的老師 那當時我的課程就是 是以雲端運算與服務 來是我的課程 那其中另外兩位 一位劉德祥 他其實不是我們東海的老師 他是算是兼任 他是那個科博館的那個研究員 然後他主要是來講人類的故事 以這種自然科學的角度 另外一個我們的摩克斯的 這個很有名的老師叫蔡奇章 他是講這個薩斯比亞 他的課也是非常受歡迎 那我是比較偏技術面 所以從這個課可以看出來 大概就是有不同面向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當年我們學校官網的 幫我們做的一個banner 這個在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那2017年 我又持續的開 但我的課程並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內容上面做些微的調整 那我跟另外一位我們的彭懷生老師 那他開的就另外一門 所以這個是 等於是又是一個接續 2017年又接續 那也因為我持續的開 我當時的三個平台開課 大概就超過1000個同學修 這個雲端計算一幅 曾經有修過課的學員寫信回來給我 那就說他覺得上我的課受益很多 尤其是在實務面 因為我裡面不是講原理 帶出怎麼去實際的implement出來 這個透過線上課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課程 當時是在 Share course Share course的學聯網 這個是2016的11月開 那個2016的11月 這個當時是第一次開 那500多位 後來因為有這樣的經驗以後 各位都知道 教育部後來陸陸續續就推了一些 人才培育計畫 他比較是屬於人文創新 結合數位的人文創新計畫 那我那時候就有去申請 那也得到 那就是我那時候的重點就轉到大數據技術應用 這個大數據技術的一個平台跟應用 那怎麼利用大數據來去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那我們課程當時主要是結合Sensor的資料 來去做一些空氣品質的一個掌握 甚至能做到預測 所以這個我為什麼說我的課程大概教學跟研究 他彼此是相輔相成 原因也在這裡 我藉由上課把平台建立 然後教導學生怎麼去 這個收集這些資料 然後再做後續的視覺化跟分析 只是隨著時代一直在變遷 我們會一直用到 越來越新的軟體 越來越新的技術 但是它的本質 它的最主要的這個 內涵其實是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個是 好像現在又有新的了 好像最近又在第二期 前幾天好像才聽 那個宅本瑞 這個老師 他現在是院長 他本來是圖書館的 紅甲圖書館的館長 他卸任 現在是院長 好像現在第二期 好像交易部的第二期 好像是我由他來規劃的 昨天還是前天我才聽他的說明會 這個是相關的課程內容 當時也都要在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是正大在維持的 然後必須要錄影 資料放上來 那我昨天去看這個連結好像資料 有點不在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連那時候 沒有成功 不過anyway 進展到新的 這個大概也不新了 這個大概是去前年了 已經是前年的事了 當時教育部又推了新時代的一個 摩克斯計畫 那我就一樣 又被我們學校徵召 他說因為你是算摩克斯開課的一個十足 所以又被徵召 那我的課程是以AI 所以叫大AI時代的生存遊戲 他們都很會取這種名字 那實際上就是兩門課而已 就是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一門 跟AIOT的技術運用另外一門 那當時 好像東海是唯一一個學校拿到兩門課 那兩門課都是由我來開 那就 這個是修課的狀況 這邊也稍微跟各位報告一下 大概兩個課加起來大概就1100多位的人修 過了大概就是46位 那兩門課的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第一門課其實技術面 比較稍微剩一點點 第一門 第二門的話 AOT物聯網的技術是比較淺一點 所以看到通過率稍微不太一樣 那這個大概就是當時的一個開課狀況 那這些課呢 現在也都還有擺在平台 但我不曉得他有沒有陸續在開 因為他們如果開可能會再詢問我們 但是後續我們就不是很清楚 那個課大概各個平台都有 那另外我還有跟清華大學的那個黃仁護院長 我們也有開一些物聯網的課 那當然這個課大概都是 院長他那邊在規劃 那我們就是配合 那這個部分裡面就有談到 像我們用那個智慧 應該說數位電表 數位電表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像這個第六週 這個第六週這個部分大概就是我負責 就是電網的部分的一些介紹 那我們就進入第二個主題 就是教學具體的做法跟案例 那這個我再來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其實我相信在線上各位老師教學 也都非常的 就是盡自己的責任 然後也有很多的創新 那我純粹是以我的角度 所以或許我的這個 這個教學的具體做法 可能都比各位老師來的沒有那麼精進 或者是這個更好 那純粹是由我的角度 那首先第一個我會將 因為我們資工很多都必須要 是實際的實物 就是你必須要真實的去建置它 所以我大概會把那個實作安裝的 過程的步驟 把它整理成share script 那這個share script的好處就是說 同學在裝的時候呢 他只要用這個share script 他一下就會裝好 那當然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還是有同學會裝不好 那我們再針對這些同學再去跟他講說 到底是哪個地方 他沒有注意到還是哪裡 因為畢竟share script 各位一聽就知道 這個不是在Windows上面 這個一定要在Linus上面 所以就是你要對Linus OS的一個操作要一點熟悉 另外像我在雲端運算或者是 這個智慧物量網的課 像這個LauraWen的課程裡面 我都是用實際的這個上機來直接實作 也就是說在上課的過程 我不會叫他們回去做 因為叫他們回去做 他大概有問題也不見得 可以馬上反應 那有時候帶回去的東西可能又掉了 所以我們就是器材發下去 就是叫他直接在上課的過程 那我們會講解 然後就讓學生可以直接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會盡量把一些教材 有些會先預錄好 那預錄好的部分可以請他回去先看 但是如果來課堂上 基本上就是以實作為主 那這樣才能夠讓他真實的感受 做出來的東西實際上是不是 這個有達到 我們希望他學到的 所以像這個就有學員給我的反應 當然這個是之前的 現在我沒有開這門課 他就提到說上課仔細 會一步步但我們安裝跟操作 那當然後面他有心得 他覺得這樣我們教學 對他們來講就比較能夠吸收 那每一次上課我剛提到 我大概都會先把教材簡報檔 如果去年的錄影檔的話 就是影音錄影檔 我都會放到教學平台 那我們的教學平台 我們是取名叫iLearn 他其實是台灣資源這家公司的產品 叫Tronclass 目前好像很多大學都用他們的產品 那我們早期是用Moodle 用Moodle 沒有不好 他只是不 怎麼講呢 因應時代的變遷 他可能比較跟不上 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大概都是用影片為主 那影片 放在這種教學平台 我們也會去觀察學生到底那個影片有沒有在看 還是看到哪裡卡關 這基本上這些平台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所以我們後來會選用這個新的iLearn平台 也是這個原因 那他主要是以行動學習這樣的效果為主 那當然他還有很多的功能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我必修課 我一定每節都錄 這個其實在還沒有 疫情之前我就有這個習慣 只是那時候沒有用Teams 因為Teams是 或者是Google Meet 這個都是後來因為疫情關係 大家才 線上課才開這個連結 然後用這個線上課程的系統 那我以前都是直接桌面錄 因為我用的是那個Mac的機器 他本身QuickTime就可以整個桌面都可以錄下來 所以我上課的內容 包含我的聲音 唯一的缺點就是他沒有錄到黑板 不過我們盡量就是 如果真的要寫的話就是寫這個白板 類似這種方式 不過大部分大概都是投影片裡面就會交代 所以我們把它錄下來以後 這個好處就是學生課後可以複習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通常在上課中 學生可能很容易 就這個沒有 注意力就沒有集中了 他可能 因為你也不能禁止他 看手機或幹嘛 可能他回個 手機的訊息或什麼 再回來他可能就已經 不知道省油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個課後 可以讓他複習的這種錄影機制 擺在教學平台 對學生來講幫助很大 幾乎每年學生都跟我 跟我感謝就是說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另外在我的課程裡面 我會盡量配合動畫 這個如果交計算機組織的可能 會比較有感受 你如果沒有動畫 那個說明真的很難說明 這個等一下我做一個範例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他為了解釋資料流入鏡 再來就是 我們還會安排 這個課後 課後就是說大概 上課上幾個單元以後 我們就直接來個隨堂測驗 那這個隨堂測驗呢 我不多 我就出實體而已 那因為是用系統出 用這個愛認出 所以每一個同學看到的題目 順序跟答案選項順序不會一樣 那他就看他自己的 他要作弊 也傳給人家答案也不見得 就是他的那個順序跟選項 所以這個就讓他們隨堂的測驗 那如果是直接現場考的話 基本上我會要求他們不能看 就不要再看講義了 因為最主要也是希望 他們能夠真的把它記下 如果是線上考 就是那時候在線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就沒有辦法禁止 或者是說強迫的規定 他不能看 那我只是開了 就讓他們去考 但是不能跳出 一跳出就回不來了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的設定 但因為有時候 他不小心要跳出去查資料 或幹嘛 那就不能再考 所以這個教學平台 可以做到很多的控制 那最主要是希望學生專心 然後急學急測的效果 這個就是我的一些做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iLearn的平台 字很小很抱歉 就是各位看到人 小小的 但這個就是我110學年 就剛結束的這個課 因為大概5月就線上了 我們大概上半年 5月那時候就線上了 我每個課程單元 都把這個影片 還有這個教材都放在網頁上 讓學生可以很清楚 知道他這個禮拜是上些什麼 好 那其中我就以計算機組織 在第二章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但各位不見得是我們資訊專 這個專業領域 各位知道就好聽聽看就好 就是 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大概就會談到指令集 那指令集裡面其實在 其實這個不只第二章 應該第一章也有關聯 第一章後面會 會談到那個 怎麼計算一個計算機的效能 那我就會用實際的案例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比如說我就請學員 照著我給的script先把 我們要測計算機速度的這個 這個script把它跑出來 其實就是跑HPL 我稍後會介紹 那他跑出來會有數值 請他務必要在 他的數值要填報在我的這個 Google表單上面 那我的Google表單會做一個計算 那裡面因為有直接的換算 他就可以知道他的計算機能力的效能 是多少 那效能的算法就是 我們得到的計算機的實際值 就是那個效能的實際值 除以理論值 當然理論值我也會教學生怎麼算 那實際值就是用演算法跑出來的 那你一除你就知道你的計算機 你的效能多少 從這樣以外 我還特別在考試裡面會出這種題目 我就是要讓他知道說 全世界超級電腦的排名裡面 他是怎麼去計算他的效能 那我就給一個實際的案例 比如說現在這一台計算機 他是世界排名第幾名 那他的公式 他的一些這個數值我都給你 但是重點是你要會知道怎麼算 所以你就有正確答案 反推出 那個公式裡面有一欄叫做 Balling Point Unit 每秒可以處理多少個浮點單元數 你就可以推算出來 所以用 等於是說從 教學面 我們給他這個教材 然後教導他 在計算機的這個領域裡面 必須要知道效能怎麼計算 然後藉由實際的案例 讓他算出來體會出來以後 再用考試的方式 讓他可以對這個公式 比較完整的掌握 所以他有點就是 交錯式的學習 讓他有點在反覆深化 他不會 感覺說我跑這個好像沒用 實際上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世界排名 這個超級電腦排名 他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透過簡報 網頁連結 還有去解說 他這個怎麼計算出來 透過考試 那考試的話 我也是都有考古題 這個難免 那我考古題 基本上我也是放在教學平台 我就提供 例年考古題讓 學生參考 當然有些學生 也有一些小抱怨 他覺得老師可能就 考古題 但是我說這個每一次 我題目都會改變 那當然 這個好處就是讓 同學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些的重點在哪裡 那各位看到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在我們計算機裡面很重要的 CPU的 運作過程 我就是把它做成一個動畫 因為 我們在抓取指令的時候 他執行一定會動用到 Program Counter 這個每次會累加試 因為指令長度是試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把指令 指令記憶體裡面的內容 大概是長什麼樣 讓學員可以比較清楚 然後 第二步就是 當我執行到不同種類的指令的時候 他的整個執行過程 又是怎麼跑 那他會經過幾個階段 來到了這個 ALU 然後把結果算出來 為什麼不繞這些線 而繞這些線 這個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們會從我們給的 那一些所謂的控制訊號 去讓這個計算機的資料路徑 能夠依照我們的規劃來跑 所以這個可以從 我們看到那個給的訊號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大概就 路徑上會怎麼去進行 所以各位可以很簡單看到 像這個給零的話 那就知道我們資料流一定是走這邊 那這個給零跟這個給零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資料不會有記憶體的寫 也不會有記憶體的讀 所以他的資料會繞過這一塊記憶體 直接就進到後方來 那給了零 那我們就知道路徑要這邊要從這邊選擇 然後寫回來 所以其實這些 這些最主要無外乎就是讓學生 能夠更清楚的掌握 他的資料流在跑 那一般我們看這個課 大概就給你這種圖 如果你直接照教 那我相信學生還是聽不懂 這個就是我多年的教學經驗 你必須要把它融會成 你就想說你要怎麼教 才能讓學生一目了然 而不會在那邊有模擬兩可 甚至這個摸不著頭緒 所以這個是載入 那載入的話很明顯 他一定會動用到記憶體 所以他一定會到記憶體 那記憶體的話 他就會有記憶體的這個讀 那等一下一個回存 他就會有記憶體的寫 那資料路徑也不一樣 所以他就會走不同的路線 這個就剛講到的那個 我們指令裡面會有那個記憶體的寫 那記憶體的寫的部分就會寫到 計算完就會寫回記憶體 他就真的寫到記憶體 那從剛剛的幾張圖 各位就一定會發現 你看記憶體的寫有用到記憶體 但是剛剛有一個路徑 他完全不到記憶體 而直接進暫存器 那我們就知道說那一類的指令 他絕對不會用到記憶體 所以從這種角度 你就可以讓學生 有一些很清楚的具體的 這樣的一個掌握 那像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 無條件跳躍 他跟前面的又更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他根本就不會用到後方的記憶體外 他也不會再寫回來暫存器 所以他的計算的周期很短 他只是做前面的運算完 跑完這個計算以後 就得到結果了 所以這個就是讓學員可以知道說 像這種指令他周期更短 那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線路合併 從一個個別元件的解憶 到所有元件的整合 然後剛剛的控制訊號把它變成了一個控制器 我們稱為這個controller 來做那個有點類似 我就解釋給學生說 有點類似那個傀儡系 那個傀儡系 我們為什麼可以控制傀儡 就是因為上面有人在拉這個線 而這個控制線就是相當於傀儡系的線 當你要拉他你就是用1 你不拉他就是0 大概就用這種解讀方式 那我就會再問一些問題 那這裡應該放多少 類似像這樣子讓學生去想 這個也是 這個載入的時候 大概是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個我最主要是讓 像在講這一張 基本上很多在講解的時候 包含我以前在聽補習班 以前又去補習 包含現在我在看學生補習 他說學生都回來跟我說 我講的實在太仔細了 因為那些補習班 雖然有一些名師 最近有一個名師叫弘毅 他是我同學 然後就是說這個其實怎麼講 就是讓學生能夠透過動畫 然後去做一個掌握 這個越來越複雜 這個我們都還是可以很清楚的 讓學員了解到他整個的過程 最後這應該是最後了 最後一張 這張是只會用到上半段而已 下半段都用不到 注意看他用不到全部用灰色的 那用的到就用黑色的 黑色線 這個大概就這樣子 另外一個議題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們在讓學生學這個時候 我就特別讓他有實務經驗 那這個實務經驗是我累積多年的 教學經驗 就是說我必須要讓他知道說 計算機的效能怎麼測 絕對不是測 像我們一般測什麼3D Mark 然後那個GPU在測那些 實際上要測一個計算機 一定是要用全世界公認的計算方法 那就是世界500大 那這個世界500大 它是每半年會公佈一次全世界的超級電腦 前500台 目前台灣有兩台在裡面 分別是台灣32號跟台灣33號 那它的計算有分 這個理論值就照這個公式就可以算出來 你的核心數乘上你的 每秒可以處理多少浮點 單紋再乘上你的時脈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 但是實際上你跑出來的值 確實要用這個Benchmark去跑過才可以 好 那我們就做一個簡單 一個Script 很簡單 我們全部就只有這道指令而已 但是我們請他可能要在Linus的環境 那我們學校有提供Linus的環境給學生 我們通過這個叫做軟體雲 那上面就開這個虛擬桌面 來開給學生使用 另外你也可以裝在自己的筆電 或自己的桌機 但是你要先透過虛擬化 或者你會可能會把原來的資料給洗掉 讓學生提供這個網址 讓他可以下載 下載完以後他安裝很簡單 他就只要輸入這個OS 就是作業系統的這個位元素 跟他是幾核心 那一般這邊一定要確認他的電腦 現在是跑幾核心 光這個問題可能 可能我們一般的老師就不見得知道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安裝在自己的Linus 自己的Windows裡面 你可以從Windows裡面有一個 系統工具裡面去知道你的電腦是幾核心 那一般Windows開起來 他也會跟你講說他現在是提供幾核心 所以你可以從那邊去得到 那這樣的一個揚色效果才會是一個完整的 也就是他真實會把這台電腦的計算機能力 計算出來 那跟學員講說 跟同學講說 怎樣跑出來結果看到什麼 那就代表已經是正確的 執行完 那他們再把這個得到的結果輸出到我們那個Google表單 那他就會去計算出 理論值 實際值跟理論值 一除就會得到一個效率 像這個就是他輸出的結果 我們要去看這個檔 這個檔去找出最大的這個 這個GIGA falling point的值 那你就從這裡面看去找那個秒數最低的 那個數值就最大 那像這個就是53.55 這個是科學符號 就53.55 那你就得到說53.55 是我的實際值 那我理論值算出來是83.2 那這個兩個值一除 53.55除以83.2 就得到一個Efficient 那這個當然不用你自己算的 我們那個Google表單就會自動幫你計算出來 你只要把該打的打完 他就會幫你算出來 所以讓學生就很有感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多年這樣的累積經驗 當時就帶領學生去參加這個台灣的學生 衝擊競賽 那從2011年到2017年 剛好歷經了六屆 七屆 那我們七屆每一屆都有得獎 只不過得了什麼獎 唯獨跟冠軍一直沒有辦法拿到 那個冠軍都是這個清華 要不然就是這個成大 那我們東海的表現已經算是還不錯了 那昨天我也是去參加他們 現在最新的 第一屆的這個計算機的 應用程式效能競賽 那昨天的冠軍還是清華 那所以真的第二名是中央 我昨天去當這個 這個評審委員的一個這個致詞 這個讓各位知道 就是說我們從教學裡面 讓學生可以去做一個 這樣實際的一個掌握 甚至在這個更進階 可以帶對他們去比賽 當然比賽不是只有比那一項 剛剛那個HP有是其中一項 那另外我還有做比較實際面 這個為什麼叫實際面呢 你看完我的簡報 我這個簡報都有提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可以加一個 那個叫做雲碟 你自己可以加一個雲碟 在你自己的那個 這個工作室也好 或實驗室也好 但現在大概不會去做這事 為什麼你用Google Drive 就好了 那我們當時就是去 這個參考這個叫Nest Cloud 那這個Nest Cloud就是一個網路硬碟 它的功能就跟Dropbox幾乎是一樣的 而且它是一個自由開放原始碼 那每個人都可以去下載安裝它 然後把它建構出一個 雲碟的一個服務出來 當然你要提供的是Public的那個IP 如果你真的要建置提供出來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整個過程 我都把那個安裝寫成一個script 我現在的script 是可以安裝在Ubuntu 22版 這個U22就是22版 你只要裝在Ubuntu 22版 就用我這一個連結 這個點進去就有東西 我可以試著點一下 有點漏氣 為什麼沒出來 好 這個是機器的問題 Anyway 如果有問題我再把它改正給各位 那照理說 它會出來那個可以下載點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script 可能有點 我剛剛沒有事先run 抱歉 總之 解開它 執行它 步驟很簡單 然後我們把要做的事情 大概都跟學員講了 你必須要哪裡要打什麼 哪裡要打什麼 都要講好 那再做一個範例給他看 就這個點也會需要輸出 那他就照著跑而已 那這一段必須要copy and paste貼上 你會停在某一個點 這整段要copy and paste 因為這邊要建立那個資料庫 就在這個地方 你copy and paste 他就最後就會跳出一個by 結束 那這是第一階段結束 那第二階段就是 在下一個 第二步下一個版本號碼 版本號碼就是那個 目前next cloud的版本 他可能已經來到24.0.4了 你就把這個當成是input 進去 那就繼續跑 他會全部跑完 然後在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suto這個指令 啟用它enable它這樣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現在要測試啊 你就必須要再去取得機器 現有機器的IP 如果打上去沒反應 你就是安裝 再安裝一個 一個軟體 正常的話會看到這個IP 要不然就照這一道指令 照下面這一道指令安裝就可以 再打一次就有 那我們就把它貼到我們的browser裡面 你的IP掌握browser 因為我們安裝是next cloud 一打進去 系統就架好了 這架好什麼意思呢 我就已經架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雲碟在你的系統上面 你可以提供給外面的使用者 你再去建帳號 建他的密碼 那他就可以登入來進來使用 那一開始我們 那個起始的管理者 我們是設這樣的帳密 當然這帳密很簡單 這純粹只是為了教學 讓學員知道就可以 那出來就 建構完就一個完整的next cloud畫面 那學員在用這個 學員在用這個建置他很快 他基本上不用去管 那個很複雜的安裝步驟 那因為本來安裝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藉由老師都已經事先把它 準備好成一個script以後 他在安裝就很快 那我就達到我教學的目的 我是希望他去用 然後他架這個系統 他也不會花很多的時間 你不會在那邊 try and error 再來這個是現在更 更需要的我們稱為NAS 就是網路硬碟 那包含連NAS 現在都有open source 就是你可以自己架 你只要找一大堆 那個比較舊的電腦 不要用了 有點 已經有點 這個要報廢也好 你把它硬碟收一收 你就可以做一個NAS出來 那我的確也是透過這一個 TruNAS的一個安裝的一個教材 讓學生很快的就可以去學會怎麼安裝 那我們步驟都寫得很清楚 那這個就沒有script 因為原因是這個都要用手動去設定 那只不過我們盡量把那個設定的過程寫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大概就是作業 學生的作業就是分五步 那通常第五步很難 這個叫做網路檔案系統的應用很難 所以他要做到前四步 前四步一定要做到 前四步做到的話 這個作業就完成 但這個一個階段來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這個就搭配我們計算機 在講RAID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這個案例 來跟各位 來跟學生說明 那個Redundant Independent Disk 它的好處 Redundant Array 它是怎麼設的 它是怎麼做到的 藉由這個實際的 這個軟體的安裝的設定就可以做到 那我們再看一下學生的反應 先從剛剛的計算機 組織的一個角度 來跟各位再討論一下 但我每次因為都有錄影 所以他們大概就是特別強調 就是錄影給我們更多的學習機會 那因為後來線上 因為後來疫情關係已經線上了 這個就變成習以為常 所以以前我就開始有這個習慣 你各位看到這是2019年的10月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那我每次都這樣 我從可以開始錄到現在大概 我累積的可能有六七年的這種錄影檔 因為我每年都會講 當然我都會放上去 所以他們可以先看 他可以先看 他要先看就先看 那不要先看 因為學生現在要預期大概很難 至少他上課仔細聽 在聽不懂下課後有錄影檔 那第三點也是他提到 就考試也有考古題 可以確切了解重點 然後還可以 這個大部分學生的這個 反應都還不錯 甚至有學生還會寫說 我的講義做得很漂亮 其實就是無外乎我們做了一些動畫在裡面 然後盡量讓他可以很快的理解 上課還會講一些冷笑話 就有時候就講完 同學都不笑自己先笑這種 但重點就是希望氣氛能夠好一點 那這個像這個你看他還有請公假的 那時候還可以看影片 好那這邊的話也是這個就隔年的課 隔年的課 每一年學生在上面的反應都都是認為 大概就是這個 錄影 主要就是錄影 那 這個我就比較不清楚為什麼會寫 我也要吃黑加粒 是當時不知道講到什麼 好 那這個就編譯器了 編譯器的課程 我也是這樣子在分享 就是我把整個編譯器的建置過程 我提供教材 然後呢 我也提供那個安裝的那個script 所以他們從那個 這個Lex的安裝到YAC 到那個LV LVMM 就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Virtual Machine的那些安裝 都可以很快速 基本上就是降低他們安裝的一個 複雜的過程 那這個就是另外的那個LORA的課 我們就後來把它改名叫智慧物聯網 其實我現在的那個 教學實踐計畫 我去年就是用LORA WAN 我今年用智慧物聯網 我等於是這兩年都有拿到 我最早那一次拿是拿那個大數據 所以我拿了三次教學實踐 分別主題就是這樣 我大數據那個就是從我那個數位人文計畫 那邊去衍生出來的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歷程 這個大概各位參考就好了 好那再來 這個部分我想應該每個老師大概都會做 就是我在這種課 我特別強調是學生 上台Present的這個 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在 每週 當然可能不會每週 但就每隔週就 線上的 實體的一個實作 搭配課程一個實體實作以外 我們其中跟期末 一定要讓學生進行專題報告 而且其中我就讓他開始發想 他到底要做什麼 那當然其中所發想的題目 期末還是可以更改 因為有時候 其中那時候可能還沒有那麼純熟 但是絕大部分我們看到學生 大概因為我們都時間跟他講說 你可以開始就做 所以他們後來其中跟期末的題目 或內容當然不會差太多 而且期末大概就是一個完整的專題 然後藉由上台報告來磨練學生的 一個表達能力 那我會約定 就是說你的簡報 不管是其中其末 你必須要跟我們的課程相關 你不能講一些無關的 因為有些學生他會拿別的課的東西來 來湯塞 那我們一定要相關 那我大綱也會給他 我就講動機簡介系統架構 所用到軟硬體跟感測元件 功能程式碼片段 為什麼我不會叫你秀所有的程式碼 但是你要秀給我看 你是真的自己弄的 還有成果展示挑戰與因應跟結論 基本上就這8點 那各位老師如果你是系統的 你也可以參考 或許你有更好的 那我這邊提供 那我 我的課程 在簡報的時候呢 是採用互評 當然老師也有佔分數 那因為這門課我有兩個老師 所以我們兩個老師就會算一定比例的成績 那其他交給學生製評 那我的製評方法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人對每一組進行評分 因為我們都用組 為組為單位 但是每一個人可以對每一組 進行評分 唯獨不憑自己 那這個評分項目呢 就簡簡單單四項而已 比如說你是物聯網應用 你這個有沒有相關 那相關的比例 所以你學生可以自己判斷 還有更重要的是 因為老師在整個課程內容裡面 會講到一些更新的技術 比如說 我們在講智慧物聯網 或許是用LORA WAN 或IoTALK 林立平老師的IoTALK 但實際上我們也會導入Wi-Fi 聯網 跟機器學習 或深度學習的一些應用 那你是不是還有應用到這些 這個算是加分題 另外還有就是 創新性跟可行性的評估 不要講了一些根本不可行的 或者是根本就這個 這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創新 不過這個都自由心證 就是說我們學員們自己可以負評 那簡報內容是不是豐富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好比我今天準備我的簡報 給各位看一樣 如果今天簡報的內容 都是我在講而已 內容的可看性 豐富度都不高的話 那基本上就不是一個很好的演講 或是演講很好的一個發表 那成績也都固定 所以有來報告基本分就是68分 如果你都打2分的話 最差最差 就是68 但是對一個研究生來講 68分是不及格的 所以如果滿分的話是100分 那沒有來報告是0分 不是基本分 有報告就是大概 大概就是從60起跳 因為那個我們最低是給到2分 我們沒有給0分 我們最低給2分 我們10分 我們的間距就24680 5個間距 就是你認為 這個非常好 普通 不好跟非常不好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 那這個就是 也是 這個也是上學期 上學期的其中 因為上學期中還能做簡報了 期末就沒辦法 期末全改線上課了就沒辦法 好 那接下來 我看一下現在幾點 現在 還沒11點 可能要講慢一點 OK 要不然這樣很快就講完了 好我們 這樣好不好 我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稍微休息一個 這個 休息個5分鐘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進到第三個議題 那 我這個好像有點跳通 糟糕 沒關係 我第三個議題大概就是以我們目前比較有在 就是說這幾年 包含這個教學 實踐裡面 計畫裡面有用到的 來跟各位做一個 分享 那這個首先看到這張圖是我們學校 有安裝這個 LORA WAN LORA WAN就是一個低功耗長距離的一個 無線通訊系統 那他必須要安裝這個Gateway 那Gateway的話要 拉這個網路線到我們的一般的那個Switch 但是 拉完了這個基地台 他就有辦法做無線通訊 那我們分別在科技大樓 還有管管理學院的這個樓頂 都有安裝這個Gateway 我們稱為雜道器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安裝呢 最主要是我們 打造這個東海大學物聯網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稱為TIOT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他可能擁有不同的傳輸 無線傳輸的這種網路的方式 比如說剛提到這個LORA 就是一種 那你也可以採用MBIOT 那因為MBIOT它是比較屬於電信商提供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這些電信商 大概都有這個MBIOT的這個 所以你要買它的信卡 那這個我們大概也都有 那還有透過就是Wi-Fi Wi-Fi現在都在進展到Wi-Fi6了 還有一種就是4G 5G的Dunko 一般來講就是可能要影像的部分 就需要用到這樣的傳輸 那Dunko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一個類似USB的插槽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信卡插在這個Dunko上面 裝在你的裝置上面 你就可以做4G或5G的通訊 那另外我們學校因為有數位電表 它採用4Gb 那這些就是我們一個物聯網的感測也好 或者是網路或系統 尤其是通訊系統 無線通訊系統所用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資訊當然就會收到我們物聯網平台 那我們透過一些IT的一些技術 比如說像MQTT RESTful API 這老師如果聽不懂沒關係 關鍵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就用Gwafana 這個是現在大概視覺化 大概都會採用的工具 那我們現在還有結合9Notify 這個最新的我忘了寫 就是我們可以有9Notify 做到主動的告知 這個使用者說 我們現在有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大概應用的場域 就是學校的安全走廊 然後一些 最主要是因為東海跟東華應該一樣 就校園面積都很廣 那當然還有一些智慧學習區 還有一些我們需要監控的區域 那還有一些像農場 那我們等一下就分別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當然是跟教學面還是息息相關 那這個也是我們提出來的一個架構 這個架構也是也等於是把我們 所實際implement的東西把它變成了 教學的內容 那在我們的這個遠端用的就是感測器 然後透過剛剛提到的這些 不同的通訊方式 然後透過找找器把這個資料打到我們的 我們算是伺服器 這端可以想像是伺服器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端 我們的端點 那當然要打進來 剛剛有提到就是透過這個MQTT 這個MACCQ的傳輸方式 把它送到我們後方的這個server 抱歉這個字 可能排版沒有排好 稍微有點遮到 那我們自己可以寫call 來去讀取這些資料 然後進而存取到資料庫裡面 存取到資料庫裡面 那之後我們再從資料庫裡面 撈資料出來 那撈出來的資訊 就可以再替用Guafana 結合Nine Notify 可以做到一個 這邊其實可以再畫一個Nine 可以做到主動告警 那主動告警是一個通知以外 我們還可以在伺服器端這邊 建構一個智能的決策系統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透過送訊號 通到遠端的計電器 可以去回控 比如說你發現了 超過你設定的某一個水秀 那你就可以去執行它 去回控它 這部分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智慧物聯網的一個解決方案 這是我們提出來的 那在應用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應用在不同的 這種通訊的方式 比如說 Laura 大概就是要透過這樣子 然後MBIoT一定要透過SIM卡 透過SIM卡 剛剛的最重要的 這個SERVER上面有一個MQTT的BROCKER 透過我們寫的程式去撈資料 寫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另外透過這個Guafana 他也會去資料庫 撈我們所存到資料庫的資訊 那甚至現在這邊的話 還可以去寫 通知這個LINE 來做到 那其他還可以做一些 這個一開始的測試 用MQTT的Fx 就可以做到一些簡單的測試 訊號有沒有 資訊有沒有收集的很好 有沒有正常 那藉由這樣的一個概念以後 我們當然就導入我們這個雲端 邊緣計算 我們所謂的邊緣計算 其實他就是把這個應用程式 數據資料跟服務 從本來網路中心的節點 以往網路邏輯上面的邊緣 那因為邊緣的話更接近於使用者 所以他可以加快資料處理 然後還有就是減少延遲 那最主要是做這個邊緣 可以做什麼 因為現在都要做一些辨識 AI的辨識 或者是做一些掌握數據 然後馬上可以做一些處置處理 包含那個鏡頭 這些都是 所以用這樣的架構 我們就提出了兩篇論文 那這兩篇論文 當然還是跟研究有關 可是實際上它的內容 可以應用在我們的教學裡面 我就要特別表達就是說 教學跟研究它的內容 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分別發表在I3PO1的SS 跟IoT Journal I3PO1的IoT Journal 這個impact factor比較高 這大概現在是超過10 那其實那個櫃校校長 趙校長他發表蠻多的 那再來我們就是在論文裡面 其實在我們的教材裡面 一樣我們有提供這樣的一個 iSEC的架構 我們稱為就是 Sensor Edge Cloud的一個三層式的架構 這邊就是我們的Sensor端 就是我們的Sensor S端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Edge端 我們的E端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C端 Cloud端 那我們走的路徑 可以依照不同的Sensor的這種通訊的方式 你也可以這樣接 你也可以這樣接 所以這邊他並沒有特別說一定要怎麼接 但重點是你是用哪一種無線的通訊 然後接到這種不同的Gateway上面 Gateway也有三種產品 這些我們實驗室大概都擁有 這個比較特別 這是我們學校電機器所開發的Gateway 那我們跟他可以合併使用 再來就透過私有雲 我們現在大概是這一端是我們自己做的 那當然也可以結合公有雲 也可以結合公有雲 那最主要是結合私有雲裡面還有外加 我們必須要做視覺化 可以讓手機可以看 那個平板可以看 那也可以跑這個建模數據分析 來做一個這個AI的模型預測 那剛剛提到就是兩篇論文 這各位參考就好 大概就是我們從教學延伸到研究面 所以角度大概是這樣子出來的 那最近又發表兩篇論文 一篇是在Apply Science 這個其實是OpenSS 好像有人對MDPI的出版社 有一點意見 不過我們還是有在這邊發表 因為主要是跟電機器老師合作的 那最主要是做校園的 室外的空氣跟水質的感測 那另外一篇是做那個Edge 我們建構了一個Edge 他會做這個資源的管理跟效能的評估 這個在I3Polet Assess 好那我們就來看 那我們到底要感測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必須要去先收集 就是訂定一個方向跟目標 而這個方向跟目標 除了我們教學端 我們課程端可以用到以外 當然最好就是往後可以發表成論文 也就是不是教學型論文 就是說發表成技術型的論文 應用在我們的這個場域裡面 所以我們的 目標就是行動設備要即時呈現 資訊的呈現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等人家用RWD 寫了這句話大概就 你不是用RWD 就是用APP 那我們比較不會想用APP 但你也可以直接用Nine 現在的用Nine也可以 但是我們重點大概就RWD 的Web設計 然後你要監測的項目 大概零零種種很多 不過你可以先調列 你想要室內室外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還是空氣水 這都不一樣 還是你是養殖的 還是你是 只是做一個氣象的 這個大概你就要先設定 那藉由一個目標以後 我們就去訂定這些清單 就是我大概用到什麼樣的設備 當然這些設備都是小型的設備 就是說大概就是用這個材料費 去把它建構 那我有講過我上課大概 都是以組為單位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設備都備好給學生 我們用一個盒子裝 那盒子大概就比這個大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盒子 比這個大不是只有這麼小 這個是其中的某一個元件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這些都準備好 那開學的時候就是每組 那原則上我們是盡量不要讓它帶回去 就是說在教室的課堂的時座就把它做 那我們把電路讀都畫好 就是說因為也怕它 搞不清楚到底要怎麼接 光這個就是一個空屏 它是接了幾個不同的 比如說這個有OLED的顯示 然後這個是PM2.5 就是POLICLE的顯示器 那個接收空氣品質 那我們這個是透過Wi-Fi 像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沒有透過LORA 這透過Wi-Fi 因為它本身有Wi-Fi晶片 就可以來做 另外可能還有接不同的Sensor 比如說你可能是溫度濕度 那不同的 那我們就一樣 我們每一個模組會再拆開來 讓學員知道說這邊的線是怎麼接 整合當然是這樣子 但實際上它是個別的拆開 那實際上你會看到成品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提供麵包板讓它接 線就直接接上去而已 並沒有很複雜 這感覺好像在做那個 二年級的什麼電子電路 那實際上這個已經不是只有電子電路 它的成分已經來到了比較實際的應用 因為這個算是研究所跟大學部高年級的課 所以就光一個室內的品質感測 這是2019年的課 那時候我們就讓學生要做出來 好那做出來 剛剛那個叫做實驗室的產品 那實際上我們要做可以上線的產品 那我們就去想說 插了哪些東西 那當然更重要就是 不是只有通過Wi-Fi 我們就必須要透過Lora 這個是Lora的晶片 我們必須要透過Lora 把這樣的一些訊號送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Prototype 實際上這個東西只要丟在野外 它就開始蒐集資料 但前提要有電 當然你電的話你可以找有插座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裝電池 你可以裝電池 甚至你裝太陽能電池板就可以 那就會供電 當然要經過電壓的轉換 細節部分我覺得這邊就不講 但重點這樣的東西 丟在野外就已經開始可以收集資訊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收集到的資訊 基本上這個網址應該是Walk的 好這個是我們現在大概掌握到的狀況 現在即時的資訊 我們再回來 好 那我們不斷的精進我們的內容 所以這個是最新我們的空氣盒子 我們自己就有能力可以做這種空氣盒子 學生就做得到 基本上是把我們的設備 做了 買個更更更更設備更精簡 就是說更精簡的 然後它更可以極小化 那這個空品 我們現在就直接使用在我們學校的一個 智慧零售的場域 做室內的一個空氣餅子的掌握 這一個 那這裡面有什麼呢 這是更新的版本 剛剛這個是舊的版本 差在哪裡 各位如果仔細看的話 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差在第一個 我們把天線拉出來了 天線為什麼要拉出來 因為如果原先的感測都在這個盒子裡面 我們現在有發現到它這個設備會熱 會稍微熱 因為工作關係會熱 熱的話會影響到裡面的溫濕度 也就是溫度的判別 那溫度就會變高 那實際上不是真的變高 室內溫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因為你的盒子裡面的感測元件有溫度 所以它會感測元件會以為溫度比較高 實際上不然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要把溫濕度的這種抓出來 就不要讓它的干擾會造成這個設備誤判 應該說設備感測到的數值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濕度 濕度儀就拉出來 然後溫度的 我們盡量把還有天線 我們把天線拉出來 這個是WiFi的天線放大其訊號 這個是濕度的感測儀把它拉出來 溫度跟濕度的感測儀把它稍微拉出來 不要讓它是在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改良版 像這個就是我們的戰情室所可以看到的數值 主要是這個 這個現在應該有資料 這個點進去應該也是都有資料 我們建在管院的156這一間 所以看到現在它的室內溫度 可見它沒有開冷氣 它的濕度 一些狀況大概就可以掌握 再回來 剛剛提到這樣的空屏 我們就把它安裝到整個東海 所以戶外的 假設戶外的 我們就可以辦法把它整個做一個掌握 當然現在 你如果點我們這個網址 可能有一些設備 現在也在調整中 沒有像現在看到那麼多 這之前最多大概有18顆的樣子 那我們再透過數學方法 這個叫反距離權重法 我們就可以做空氣品質的數值擴散 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讓同學可以知道 Sensor資訊掌握以後 怎麼透過這種計算方式 然後地圖圖資的處理 來去把整個東海的一個空氣品質 做一個全盤的掌握 當然這個就已經可以怎麼樣 這個資訊就可以提供給師生們來掌握 當然這個技術沒有說很特別或很先進 但主要就是實作面 我們就在教學端盡量以實作面 讓學員可以掌握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就是去監測我們東海湖 這是我們整個東海大學的一個地圖 剛剛有特別提到我們的Sensor 我們的基地台就是裝在這裡 我現在人在這裡 圖書館 我在圖書館的館長是做這一場 分享 我們在科技大樓 我們在科技大樓頂樓就裝了一個Sensor 就是基地台 在館院這邊也做了一個基地台 我們現在假設我們要監測的場域是在東海湖 當然這邊比較近 所以我們訊號會送到這邊來 送到這邊來 我們不會送這邊 這邊它是一個上坡 送這邊 早期 一開始我們想要對水質感測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有另外的老師的研究團隊 他們就去採購這種水下感測器 那這個水下感測器它主要是一個三合一 三合一的一個電極 那三合一的電極裡面主要可以有那個感測四項 四項水質 有四項的水質可以感測 那實際成品就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實際的成品 這個大概比我們的那個水 那個水水瓶就是那個溫水保溫瓶 長一點點 那個粗大概就那個厚度 但是比較長一點 那那時候要裝在 要去量測那個東海湖 我們就想到那你要怎麼弄 你總不能把那個棒子丟在水裡面 所以後來就想說 我們就弄一個巡航小艇 巡航小艇 所以這個巡航小艇的背後 最後面這裡就掛載了那個Sensor 那這個Sensor不便宜 這一支好幾萬 這一支好幾萬 這一台 這一台自衛小艇也不便宜 十幾萬 這個是跟雷虎買的 總之就是一個客製化的一個產品 那他可以 導航 可以設定導航點 他本身自己有GPS 然後可以設導航點 那旁邊 都會看到這張照片 也會看到旁邊有掛了兩個東西 這一看就知道是什麼 就是 電池 因為在沒有掛這個電池的話 我會發現這件事情 這個感測棒插在船的後方 這個船一定不會 不會平穩在水面上 他就會空腳矯 所以就是我們把它弄成了 這個左右的 這個平衡水 平衡 平衡 左右平衡 這個剛好是拿來裝這個電池 所以剛好又提供了電力 然後他又可以平衡 然後他底下就是他的馬達 這個當然是雷虎科技 那我們主要量的就是這四項值 就是包含pH值 然後那個水溫 水溫 然後還有這個含氧量 含氧量 還有導電度 導電度 所以透過這樣子四項 大概就可以掌握水值 大概就掌握水值 但如果你是養殖的可能還要有鹽度 還要鹽度 還有不同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水值感測 但現在沒有數值 因為為什麼沒有數值 因為船沒有跑 沒有跑當然不會有數值 這當時我們要下水之前 測試 我是從我手拿手 手拿手機 我用手機就可以看到當時的數據 雖然他沒有下水 他就可以量測 他就可以量測 先掌握一下 確定然後就放下去 放到東海 那是當天的一個發表 我站在我們校長後方 這個案子最主要是我們 當時的工學院院長 他現在是副校長 他所主持的 這是跟我合作的電機器老師 最主要是他提供 這個 船上面的板子 就是他們電機器自己 設計的一個電路板 我的部分就是負責 資訊的收集 然後傳輸 透過LORA 透過LORA 所以這個船上面有LORA的天線 我們稍微簡單看一下一個影片 好不好 那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做這個水質感測不難 我們就去找材料 真的有 就是剛剛的那支感測棒 我印象如果沒有記錯 他一支好像要8萬塊 那我們後來去找到這些材料 我們覺得說我們其實 其實是有能力可以自己來組一個水質感測 那當然剛剛那個感測棒 他不含通訊 通訊還有我們自己外加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其實我們是可以找到一個 擁有全部都自主的 自自己來建 所以我們就找到了 我們找到這個原件 當然這個精密度 可能沒有剛剛那個設備那麼好 不過這整套加起來 大概只有一萬五 一萬五不到 所以成本就節省很多 那我們就去設計 怎麼樣把這個四個感測棒 放在一個這個感測盒裡面 把這些電路元件都把它塞好塞滿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沒有船了 這個又四個棒子 又四個感測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想到我們設計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 就是到時候就把它放在湖的中央 這個就可以來感測這個水質 剛剛那個船的好處是他可以定點 到定點去航行然後繞 那我們就算了 我們就想說他永遠都有樹質就好了 放在一個固定點就好 所以我們在盒子裡面 我們也放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蓄電池 那因為透過太陽能電池板 他就會蓄電供電 那黑黑的這個就是我們LORA天線 另外的四支的感測棒就會 那這個就是那個電 他這個有個電線會 來到這個太陽能感測板上面 那我們就把它安裝了 那各位現在 各位看到現在 這個其實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3月22號到現在 其實東海湖現在都沒有水 我們不相信我們現在看一下看有沒有水 真的是沒有水 現在這幾時了 11點31分 真的沒有水 再來這裡有沒有看到 沒水 所以說 大概就沒數值 沒數值 他本來水弱起來 後來會浮起來 他是個浮島 會浮起來 那那個Sensor部分就是會進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什麼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 因為在現在的課程裡面 我們都會去探討 跟這個永續發展目標的一個結合 那我們發現其實 我們這幾年所做的一些課程內容 基本上大概都因應了SDG 當然本來本身他就是一個 希望能夠有量值教育的 量值教育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項目 那實際上會不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大概還會跟相關的 比如說這個清潔飲水跟衛生設備 還有一些經濟的清潔能源 這些其實都有息息相關 產業創新跟基礎設施這一些 甚至如果你是因應到智慧程式 你可能跟永續發展的程式 成像規劃都有關 所以面向越來越多部分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是可以實現 所以我們現在就還有一個特別就是 我們現在在建構一個 智慧碳中和循環經濟 那我們也是利用這個示範場域 把我們的課程內容做了一些 未來的一個規劃 怎麼樣因應這樣的一個場域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有智慧的應該說水耕 本來是有水耕 現在他已經擴大 大概是蓋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的火星基地 我們有一個火星任務 這個火星基地 原來溫室在這裡 太陽能跟風力發電 當然這個電產的不多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擴大 這個就是在蓋的過程 現在看到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是原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本來原來的 我們就是做這個水耕 這水耕的話一樣也要對 水耕池裡面的水質做一個掌握 這個植物才會長得頭好壯壯 另外就是從另外一個面向看過去 這四根就是我們的 也是一個感測器 它是裡面本來是羊蝦 羊蝦草 那水耕的在前方 那羊蝦草在這個地方 那有兩槽 那一樣我們都可以做這個 透過Sensor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水質的掌握 那水耕池主要是這三項 三項樹質 兩個水耕池 那兩個羊蝦草 大概有這些 那再加上有一個小型的氣象站 所以我們的資訊都可以透過Sensor 我們教學講解的這些把它收容 這是學校後來有參加這個 今年度的亞太 繼台灣永續行動獎 那有獲獎 另外我們還建構了一個 這個3D加AI的軟體雲 那個軟體雲 那這個軟體雲 我們網址就是Apps Apps連進來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學校的帳密 那主要是這些軟體 它可以透過你不需要安裝這個軟體 在你電腦上面就可以使用 那我們用這個環境幹什麼呢 我們用這個環境開始來做一些AI的應用 那這個環境的建立以後 最主要是因為它本身擁有GPU 所以我就請學生把他們的這個 做的東西可以放上來 到上面來跑跑看 那我放一下這個影片給各位做參考 這個是我學生做 他在做那個 就是所謂的這個蒸煙蒸火 那 他們再來也要參加比賽 各位看到那個 蒸煙蒸火就是他旁邊那個 那個跑出來就是 他蒸到 煙或火的那個 那個火的話就比較小 煙的話比較大 有沒有那個框比較大 實際拿影片來蒸來判斷 那這個可以裝在什麼 他這演算法的話 他可以裝在edge端 他們現在正在把它擠小化 把他裝在edge端 你可以裝很多監視器 只要一發現監視器上面的影像 本身如果他具有 edge AI功能的話 他就可以做判斷 是不是有偵測到煙火 你會看到那個火上去的時候 他還是被框到 就是說因為火是 火比較沒問題 我覺得煙比較不容易蒸 煙的部分因為煙比較 形狀也好 或者是他的顏色比較不容易 但是 如果大概訓練的差不多 大概都還是可以 有不錯的結果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影片 後面大概差不多 我們就跳過了 這個也是最新的 這一組現在今年參加一個競賽 然後第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偵測那個 影片裡面的 這個人有沒有痛 我們目標是放在胸痛 胸痛 先以胸痛為我們的標的 讓他去做一個 偵測 那他如果有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那個 Pen就會蠻高的 也是紅框 沒有Pen的話就綠框 這樣子 這個是 那當然這都要經過訓練 那做AI大概就是 那我們以這個影片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這個各位如果有看這個 非常律師語音語的話 應該就有點感覺 這一段在哪裡 這一段我先說明一下 這一段應該在第幾集 我有點忘了 總之就是 雲宇他跟他母親 他已經知道 坐在對面那個是他母親 可是 他母親不知道 坐在他對面的 這位是他女兒 所以他們有一段 這個對話戲 我們看一下 那一樣 我們拿他們來當偵測目標 所以注意看一下 等一下他的母親 其實 因為後來才知道說 這個是他的女兒 所以可能心情上面 他說你沒認出我嗎 剛剛各位沒有注意看到 已經有一閃 表情有點痛苦的感覺 那當然這不是真的兇痛 只是我們 我們 Pattern訓練完 我們覺得說 他其實有點在兇痛的感覺 可能是內心覺得 沒想到 坐在他對面的 竟然是他的女兒 情緒的一個變化 韓海是汪洋 那這個沒有聲音 抱歉 因為我們在辨識的過程 聲音就被濾掉了 我們純粹先以表情 但是我們現在新版的 會聲音加表情 這個是跟榮總在合作 當然榮總的病例 我們也有 但是因為愛於個資 我們不能播榮總 我們只能用這個示範的 給各位做參考 剛剛他媽媽的那一段 就更多紅框出來 這個媽媽的表情還是有 你看看出來還是有紅框 其實你只要檢測到紅框 大概就是 就是說他有心痛的表情 所以我們感覺這個演員很會演 他演到有痛的感覺 OK 那這邊的話是 就是我們再把這樣的相關的一些技術 應用在直接的那個 入口監視器上面 那當然這些 其實都是算是我們教學的一個內容 雖然不完全跟 是教學 我們再看一下 就剛剛這個 就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是我們東海大學的入口 那我們有兩支鏡頭 一支鏡頭是看到這 一支鏡頭是會對這個位置 只要車子進過這個位置 我現在守直的這個位置的話 他就會開始做車牌辨識 那車牌辨識他就會把車牌 給他記錄下來 這個因為我們沒有各自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根本不曉得他是誰 我們純粹只是在測試我們的演算法 準不準而已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紀錄 到底有沒有Lost掉 當然這個過程裡面 還是有可能有Lost 比如說等一下進來這部公車 我們就抓不到 因為公車的位置跟一般的那個 車子的車牌號碼的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公車我們就沒有辦法掌握 連卡車也沒辦法 貨車可能有的 貨車還可以 那我們稍微快轉一下 快轉 我好像壓不到 總是這個有車子進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那基本上就會稍微快轉 但是不見得每一台都抓得到 因為他可能會被遮住 像這台白的就沒有抓到 白車就沒有抓到 因為他可能會被後方的車子遮住 所以因為你要取那個攝影機的角度 也是很重要 我們沒有特別去 去動那個攝影機 純粹就是以現有的攝影機來當我們的 資料的input 現在車子進來 像這個都有 因為我們不曉得他是誰 所以比較沒有那種個資 就是說其實想像說 你現在就裝一個鏡頭 擺在馬路上 純粹只是在收集說 這個馬路進來的 有什麼車子 車號多少而已 你也不曉得他是誰 我們任何人 任何人在馬路上也都可以看 看車子的號碼是一樣的 只是透過這個AI的技術 就有辦法 這不用停 一般我們的車牌辨識都要叫你停 那這個不需要的 那我們下一頁 那這個還有一些 我一些分享 這個不用看 這個是大概是對那個 研討會 做一個分享 然後這個是我大概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新的技術 其實都跟教學去延伸出來 Laura MBIOT 這剛剛已經講過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即時的直播 我等一下要是有空我就做做看 沒空就算了 我可以把我們即時的畫面直播 然後做辨識 那這個是跟榮總合作 我們跟他們的那個 我們幫他們implement這個照護的APP 這個蠻有意思的 老人只要照著這個 銀髮組的只要照著這個我們APP的活動 去做 那就可以做一個紀錄 看他是不是有沒有復原 沒有復原 另外我的學生 他們自己出來創業 還有做這個 零接觸的這種 零接觸 因為當時疫情關係 就是說你要下車領 不用按下車領 你用這個藍牙的方式 跟車子裡面的那個 下車領取得這個 連線以後 你就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機去按就可以 好那這邊是我的教學評鑒 我想很快的看過去 我大概最近 最近的大概就是 各位看到這個 我框起來了 剛上學期 大概都是90幾吧 大概就這樣 好那最後結語 其實我的教學心得大概也就 會先去了解學生的專業背景 當然大學部的課可能比較難 研究所的課一定大概都 比較小班都有辦法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他們為什麼要來學這個課 那動機態度 我是希望說 你來學不要 是真的有收穫 就我上跟學生講說 你來學我的課 你是真的要學到東西 而不是為了那個學分 那 從修課的過程 我們希望彼此之間學習氣氛能夠良好 讓你的動機 你就學習 能夠 能夠 能夠有成長 你的動機要強烈 就是說 還有 我們有根據學生的專業背景 跟一些 這程度 剛剛前面有寫 這個好像一樣的 我們會 稍微有一點點不同的 這個學習的進度跟收穫法 基本上調整是在哪裡呢 就是 如果覺得他們 學習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就會放慢進度 然後可能 有一些實作 我們盡量還是 讓他 從最基礎的一個掌握 如果他學習比較快 我們可以做一個調整 所以 這個有時候 學生的程度不太一樣 從那個 那個專題簡報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的可以做得很完整 甚至超乎你的想像 有些就真的 這個可能落差還蠻大 所以可能要去引導他們 那另外特別要 要感謝我的TA 因為很多事情 我需要TA他們來幫忙 操作面 還有一些講解 那我覺得 因為我在私校 這麼多年來 這樣的一個教學 我覺得 能夠讓同學畢業後 在職場上 有很好的發展 然後對社會有所貢獻 我就覺得很心滿意 所以大部分我的學生 不管是研究生也好 或是我帶過的專題生 他們通常 在往後的表現都非常的好 甚至回來都會跟我講說 很感謝當年 給他們的這個教導 好啦 那我想最後做一個總結 其實就是 想好目標吧 背好資料 那為什麼呢 就是你到底要 教給學生什麼東西 那你當然就是 把你定位好 那因為我們在 一個學年的課 也不會教太多課 我這麼多年來 大概就是從我的專長面 不斷的有一些 不一樣的課程 從 重啟計算 網格計算 雲端計算 大數據分析 一直到現在的智慧物聯網 這個大概就是我研究所課的一個變化 但是我如果是大學部的必修課 大概就是不外 計算機組織跟編譯器 就一直教這兩門而已 因為可能要就休假或者是退休吧 可能就別的老師會教 那一直不斷的教學 你怎麼樣讓每一次的教學都讓學生 學習可以真的有所收穫 這個就是我每次一直在改善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一定要善用資源 今天各位來聽我 這一場我想就是一個善用資源的一個管道 建立團隊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絕對沒有辦法 這個單打獨鬥 在我們現在的 現在這樣的一個氛圍底下 一定是要建立團隊 一定要團隊 勇於嘗試做好準備 做好準備不斷創新 把握機會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給各位 這個師長們的一個建議 那最後我再送給大家一首詩 就是智能貫天下 惠銳比人強 學進古今文 習得神明陽 智慧學習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後面這個就不講 這智慧製造 我們剛 我本來要想要再講 我想說時間的關係 就不要特別講 就先到這邊 那我等一下利用 看有沒有補學 不是 看有沒有師長們有什麼問題 我借用這個時間 我稍微 我來做一個那個 剛講那個辨識的展示一下 我先把這個 警報檔稍微關 謝謝老師 剛剛好像也沒有在接 那我們現在 如果有問題就直接問好不好 不用客氣 那我先來 我本來想要多一個 來看看可不可以 好 萬一不行的話 大家就包包包包包包一下 因為我 我剛沒有來得及先測試 我想說 先藉由這個 那如果 老師有想要提問的話 我請他們 等一下開麥 還是先舉手 都可以都可以 都方便就好 那如果老師有想要跟 楊老師請教 或者是提問的 可以先老師 來主動舉手開麥 我希望還有老師是 醒著的 那我只要Cue我的中角 美修老師 我在 老師 要詢問嗎 對啊 如果看的話 我等一下 沒有問題 也沒關係 好 我問一下 學長 你在寫教學實踐計畫的時候 其中一個是 對學生的 那個 評量 那從你剛剛報告來講話 除了一般的 學習 每個段落的考試 然後還有期末的 project presentation 那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去衡量出來說 他 藉由這樣的一些新的 這種 機制 或是內容引進去之後 對他的以前的改善 有怎麼呈現出來呢 一般來講 當然就是 最直接當然就是 藉由我們所謂的這個 測驗嘛 就是說考試 然後簡報 甚至我會鼓勵他們 要發表那個 文章 發表論文 那因為發表論文這種東西的話 就 就要看他們做的東西 具不具體 那另外一個是參加競賽 參加競賽 那各位我現在 你們現在應該有看到我現在展示 我現在直接就是用 我們現在最新研發的技術 這個技術沒有什麼困難 這個純粹只是用YOLO而已 但是呢 重點是在直播 我現在就是用手機而已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鏡頭 應該就是 手機現在直接播我自己的電腦 我拍我的電腦做辨識 那我可以拍我其他辦公室的地方 他馬上做辨識 那你就可以想像 我這支手機 如果當成是空拍機上面的一個應用 那我就可以直接空拍機做到的東西 就辨識 就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應用 我們這個一次可以開串流 有一台機器可以開三個串流辨識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先簡單回答 敏秀你的問題就是 其實重點還是在於 基本的一定要有以外 那當然不同科不一樣 我特別表達 比如說必修科目 尤其是我們資工的那些計算機組織 或者是編譯器 那個主要還是考試 然後會有一些期末的project 編譯器project的成分會比較高 但是計算機組織 因為比較屬於那種 大概都是講解給他們 那如果是研究所的課 就比較多機會 可以從那個project的角度 然後可以寫 朝那個report的角度 競賽的角度 paper的角度 來去做 但是有時候是要 要有一點時間累積 不太可能說 這個修完一門課就會寫出paper 這個那也太厲害了 可能要有一些累積 問他之前的給學生做的成 半成品 讓後續的學生去做一個掌握跟參考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不斷的還在旁邊做辨識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是這樣子 好